兄弟们你们摸着自己的良心问一下自己 从原石搏到界面的有几个开出界面来 而且呢刚开始购买的时候 人家是不是告诉你 这个原石呢它是可以搏界面的 甚至是界面料 开出来呢称呼为果冻胶块 那到底行内任何的果冻胶块 它能不能做界面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只有底子够好 对咱们今天要搏的这一个也是界面料 咱们来看一下吧 现在咱们拿到暗关 咱们可以看得到这一个是一个木纳的 唯一死绣绣的是什么东西呢 咱们可以看得到它的纱有点偏粗 但是后面它的形状是很好的 包括纱皮 可以看到它的白雾也是很好 打灯可以看得到它的荧光岗位是相当的可以的 那要搏到界面呢 唯一不可控的因素呢 它就是这个坑挖的地方就怕它静眠 按我们专业的角度去看这个是要搏的 因为我们淘进这个六指 是一个中手腕的一个效果 我们感觉它是可以承担这个风险的 如果不开的话呢 沙粒这么粗你们根本就看不到 所以呢如果开出来呢 有这么大的一个鸽子弹 它是没棉的 这料子呢直接就 有一点点水分吧 咱们开出来看一下 刚刚料子咱们也分析完也看完了 这些不可控的因素呢就按我们专业的人去尝尝专业的风险吧 来吧直接开干 来吧咱们看一下啊 盯了一点点可以看到这个窗口吗 是很漂亮很干净 唯一来说呢就怕这种棉坑净棉啊 机器盘打开吧 料子开完了可能你不验得料子了咱们来看一下吧 灯光还没有压下咱们可以看得到整个料子的白度有多好 而且来说呢这料子呢总够不够呢你看这个黑度 而不是白的缩成黑的 你要相信你的眼睛呢看到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那这料子呢能不能打到界面呢咱们可以看得到它的底子呢是非常的纯 唯一呢有一点缺陷是什么东西呢 这料子呢有一点点兰花呀可以看得到 但是呢现在呢就可以考虑得到如果不做界面的话呢 简简做这个种子你看 整一个都是它是很漂亮 要打界面呢肯定是要打在这一边可以看得到它的体质呢是很纯净的 那有花的这一边呢肯定是不建议的 因为有点小兰花它不好看 这一颗来说呢也有手指头大了 是不是我们专业的去承担了专业的风险 现在开出来你感觉来说呢中小旺它就不高了是吧 好了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